跟大家說明我這裡很熱 還有你 這個沒有給他降溫的情形之下 你千萬不要像我這樣 貪圖4K在裡面 我這裡頭貪圖的是4K 那麼貪圖4K之後呢 手機基本上是負荷不了的 你就必須要靠電腦不要像我這樣子 用這種就是陶甲波的方式在運作 我這是比較偷吃步的一個做法 好那也相信你們看到我今天的表現 我個人覺得相當的不錯 算是很優秀的一個產品 地表上不多見非常優秀的產品 J5 Create公司的這個 轉接頭 Boss請問中文直接設定就可以了嗎 不行 首先你要到那個 廟裡頭 去燒香 去抽籤 那抽籤呢 那把Mivo帶到廟裡頭去 那跟神明講 然後呢說我這個是工作用的 那希望這個機器能夠乖乖的這個 執行任務 同時呢 你要買的是那個叫做 綠色的乖乖 上面寫上這個Mivo的號碼 還有他的Mivo的這個出生年月日 那麼這樣子擺在家裡呢 你再用手機下載那個Mivo的 Logistic的這個App 下載完之後呢 再進行升級 那麼就完成了一道 Mivo的裝備的開通的程序 那你如果照我這樣子做呢 我告訴你 你今年就虎虎身風如虎天翼 甚至於呢 就像BOSS一樣 尾山 尾水 尾 好難 拉當拉賽 拉滴賽 你跟他說對不對 好啦 那就照我這個方法呢 請問蘋果電腦要用軟體來做控制平台 蘋果電腦用哪個軟體來做控制平台呢 蘋果你請選擇 如果沒錢的話就買 那就拿OBS下載過來 就可以了 那如果有錢的話 我會建議你用Live streaming studio 用 Live streaming studio這套軟體呢 來進行控制 他可以同時多平台直播 而且可以做到4K 相當強大的一個軟體 每個月記得是 80塊美金每個月的租金 但是聽說最近有降價 最近有降價 好他有偶爾也會佛心來著